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弥烈菩萨的三佛经 包括就是弥勒菩萨上升兜率颠的上升经 然后有两部弥勒菩萨下升成佛的两部经 本来弥勒菩萨他现在还没有成佛 那么他现在就是在兜率天的内院 所以我们说上升经是已经弥勒菩萨成就了 再来就是一部弥勒菩萨要下升成佛 因为弥勒菩萨是将来就是在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世间成佛之后的下一位佛 所以说弥勒菩萨是后代要来生佛的 所以下升经就是在描述 当弥勒菩萨下升成佛的时候 这个世间国土的殊胜人民的殊胜 然后弥勒菩成佛还有他说的法 有多少的人听佛说法 就是弥勒菩说法 然后就是正果的 主要是这样的心眼内容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中国的佛经 就是由印度还是中亚世亚传过来的 所以有的佛经经过流传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内容比较少 有的内容就比较多 所以就是因为弥勒菩萨下升经这部经呢 可以说目前我们在大政杖里面 可以看到有五部 有五部 那上升经只有一部 那下升经就有五部 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把上升经一部 跟有关弥勒菩萨下升成佛的五部加起来呢 通常就称作弥勒六经 那在我们中国呢在下升经的五部里面呢 最流通的又有其中两本 就是揪摩罗什所翻译的一部 就是内容最多的 就是弥勒菩萨下升大乘佛经 就是大乘佛经 就是弥勒大乘佛经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啦 那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经 也就是我们简称上升经 上升 上升就是弥勒菩萨 他上升兜率天的金 简称叫做上升 那下升就是由弥勒菩萨的兜率天 他下升到这个世间成佛 那下升经里面呢 就是一般呢 我们比较流通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现在标的义者是主法库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佛说弥勒下升经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佛说弥勒大乘佛经呢 是基摩罗什所翻译的 那这部经典呢 他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了 比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主法库翻译的这个下升经呢 内容几乎差不多是两倍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时候 有一些的部分呢 都是前面没有的 所以我们呢 就教这个佛说弥勒大乘佛经 这部就是主摩罗什 他所翻译的 这部呢 就是弥勒三经里面 内容最多的 那另外我们说 还有弥勒六经啊 那就是其他还有三部 也都是在讲弥勒菩萨下升的 其他也是有三部 那三部里面呢 也有一部是基摩罗什翻译的 就等于是这一部的 弥勒大乘佛经的缩小版 内容比较少一点 那也是有一些 不太一样 不过呢 大致是一样 那只是内容呢少一半 那所以呢 一般呢 在弥勒三经呢 是比较流通本 那六经 弥勒六经 就又包括 俊摩罗什另外一本 弥勒下升陈佛经 比较小的 然后也有一本 这个异境 他所翻译的 弥勒下升陈佛经 那这部呢就是 有这种好像祭诵 好像诗词的这样的一种 祭诵本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弥勒来时经 也是下升 就是来的时候的这个部经 那因为 这三部就是比较没那么流通 所以我们 也把这三部合起来 叫做弥勒六经 不过呢 比较流通的就是弥勒三经 那包括我们之前 讲解过的两部 包括上升经 还有 诸法户的 所翻译的下升经 那我们今天 就是要说 佛说弥勒三经里面呢 的这个大部的 就没有罗石所翻译的 佛说弥勒大乘佛经 那 那就是把这个 有关弥勒经典 就是说 第一 第一 让我们知道弥勒菩萨 他是怎么 上升到 都率天的 叫做上升经 如何 如何从都率天 下升到这个说佛世界的 称作下升经 所以我们 今天就是要讲的是 下升经的部分 翻译的法师呢 就是 俊摩罗石 我们知道 俊摩罗石法师呢 对我们中国佛教的 佛经的翻译 非常有贡献 非常了不起 那因为呢 他 学 小秤 还有大秤 那么 他翻译的经典呢 可以说 非常的多 那我们 现在中国佛教 最流行的 就是 有 这个 法华经 还有 这个 我们说的 阿弥陀经 包括 这个 弥勒大乘佛经 所以 我们说的 弥勒净土 或者是 弥陀净土 这两部经 流通的 都是他翻译的 还包括 这个法华经 二十八卷 这是俊摩罗石所翻译的 那他还翻译 这个大致多论 这是 《波洛经》的 的注解 那 对我们中国佛教的 发展 也是很大的影响 跟贡献 所以 在我们 中国佛教 我们中国佛教 这个佛经的翻译 对吧 俊摩罗石的翻译 一般就 称作 旧义 就是 枯威 是怎么叫做枯威呢 就是因为 唐代的时候 玄奘大师 他是中国人 然后 他到印度 十七年了 所以他从印度 好像是我们现在称作留学生 所以这些 我们中国的佛教的出家人 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 留学生 等于是前辈 那当时都是到印度去留学 因为佛教从印度起源 所以要更了解佛教的更多的经典 那就是希望到印度去取经去学习 所以到唐代的时候 玄奘大师呢 那么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到印度 那学习了以后 回到中国 带了很多的经典 那么他翻译的七十六部的经典 那 翻译的这个 真 真诚 就是说 他的 非常的 正确 那可以说 可以比拟这个 这个玄奘罗什的 那不过 两位的这个翻译呢 他们所重视的经典 也有不太一样 那不过呢 就是因为玄奘大师是中国人 所以他翻译的呢 跟他自己本身 有去印度学了这个梵文 还有他自己本身是中国人 对中文的掌握 所以呢 是代表中国人自己翻译的经典的一种 一种很重要的开创 所以 玄奘大师呢 就称作心意 那就把之前的 这个旧摩罗什翻译的就称作旧意 所以呢 我们 有这个翻译的经典 叫作旧的 和新的 不过呢 旧摩罗什的翻译 对中国的佛教还是影响很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这部佛说弥勒大乘佛经 他叫作大乘佛经呢 也就是说 弥勒菩萨他从东帅天下身到这个娑婆世界 成佛嘛 所以他也是下身经 下身成佛 那因为他是成就圆满的佛的果位 所以呢 这部经典 也称作大乘佛经 那因为成佛是从多帅天下到这个世间来成佛的 所以他就没有用下身经了 可是他是属于下身经的一部 那只是名称就叫作大乘佛经 我们把这个经名做这样的了解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内容 因为这个内容跟之前我们跟大家解释过的 这个弥勒下身经呢 就还是有他的不一样 尤其呢内容也更多 多一倍啦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些是我们也要需要解释的 那一开始呢就是 就是如是我闻 一时佛驻摩切托国 泼沙山 过去诸佛常祥摩处 下安居 终与瑟利佛经行山顶 而说浙山 那么这里啊就是 这个每部经啊 都有一开始啊 有四里就是说如是五文 这个就是欧难 欧难 欧难啊 释迦摩尼佛的十大弟子啊 多文第一的欧难呢 他所说的 那这个呢是让后世的人呢 取信 就是说 欧难呢 他因为谁 从这个释迦摩尼佛左右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设法里的时候啊 欧难都 不不不都会听到 所以 在佛露灭以后呢 欧难就把他听闻过的佛所说的法 就把他背诵出来 我们要知道在印度呢 早期啊 没有文字书写啊 那都是用背啊 叫做口耳相传啊 那口耳相传呢 因为印度人啊 很厉害背 他可以背的啊 就是非常的熟悉啊 所以 当时呢 就是欧难呢 他把他听闻佛所说的法呢 背诵出来 所以要取信说 一说背呢 是真的是这样听到 四肢无人佛所帅的 所以他就说如是五分 我是这样先听到四肢无人佛所帅的法 啊 下方就是他听到 啊 前面呢先 解释说这些无人佛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对什么人说 叫做时 地 人 时间 时间 所在 和对象 这样 那时呢 印度人也有一个习惯 他们 他没在注重说 哪一国哪一年 哪一国哪一日 哪一年 哪一国哪一日 一时啦 就是在那时 说在佛 揣这部经的 那时就是一时 那一时 就是当时啦 那佛呢 地点就有讲出来 那就是摩切托国 摩切托国呢 就是 释迦摩尼佛的家乡 他的国家 那么地点呢 是在摩沙山 那摩沙山是音译 就是跟这个 印度的音 对到我们中文的 这个音啦 叫做摩沙 如果意思呢 叫做孤绝山 孤绝山 孤绝山 那这个部分呢 就跟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佛说 弥勒夏生经啊 所讲的所在不一样 之前所说的这个 佛说弥勒夏生经啊 是在社会国 集数去孤独园 这个所在呢 是在摩切托国 摩沙山 然后 又再说明说 这个摩沙山啊 就是 过去诸佛啊 常常降摩处 那又 就等于说也是 过去诸佛呢 他降摩 那 就是快要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夏安居中 与社利佛 就是在夏安居啦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啊 农历 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啊 这个中间在印度是雨季 常常下雨 常常下雨 所以呢 佛制这个时间呢 就是夏安居 就是出家人喔 在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就是 没出门 这样 因为下雨 所以就是安居 所以我们通常说安居 三个月 那像今年有论月 就要论一个月 所以在夏安居中 与社利佛 精行山顶 就是在这个 菠萨山的山顶啦 那么佛呢 他就自己就先说了 也就是说祭 祭言 就是我们说祭宋 好像我们在说这个 世古这样 也说一心善地听 光明大三昧 无比功德人 正耳当初是 就是 彼人说妙法 七皆得充足 如可引甘露 极致解脱道 这个所在呢 其实就是四驾无人佛啦 他自己主动 就大声 说到 这个 弥勒佛要出事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来的民 他说就是 无比功德人 正耳当初是 说有一位啊 他的功德人 是我们这个世间 无人可以毙的 他一直要出事 所以等于是透露这样的消息 所以他第一句虽然说 一心善地听 是在对东西的听众来说的 那也表示说 释迦摩尼佛 他在暗示说 在座的所有的人 释迦摩尼佛 他就要说一个妙法 他要说这样的妙法 所以要大众的人 都是能够地听 那光明大三昧 那光明大三昧 无比功德的人 这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 有世间 不让我毙的 一个功德的人 他已经是有 正到光明的大三昧 大三昧 正到光明大三昧 这表示说 这样子的 有功德的人 他已经去除 所有的黑暗烦恼 都没有心中 没有幽暗 我们的心 有幽暗的话 就好像是 黑暗遮住的光明一样 那一位 成佛的人 他就是说 他的心内 都没烦恼 没有遮障 所以光光明明的 什么东西 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三昧 就是 正定 正聚 正 我们说 真正的正 正定 就是他的定 是心 没有任何的 这一些 起伏的妄念 所以心内 很安定 还有正聚 凝聚的聚 就是说 他也能够 从定中 观察一切诸法的实相 所以就是说 光明大三昧 那是因为他修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这个是来修 事 就是来跟我们算命说 要出事的这个 是这样有功德的 彼人说妙法 西皆得充足 当这个人 他出事了以后 他所说的妙法 就是 可以说 所有我们众生 所需要 知道的法 他都说到了 所以西皆得充足 我们听到 都感觉 我们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得到解答 如可饮甘露 那众生 听到这样子的妙法 就像说 我们在嘴巴 喝到甘露 这甘露叫做不死药 没死的妙 这个死 不是说我们肉身不死 是我们没有这个 变异生死 我们说分段生死 是我们这个肉体的死 叫做分段的 一段一段 分段的死 这个变异生死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这个心 我们自己 寥寥分明 所以没有变异 就是说 没有变的 我们在念头 我们自己不了解 一念死 一念死 一念 一念 这样就是心死 所以 我们要知道 这心死 是有两种 不是只有肉体这种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 这些念头 才更维系 所以说 我们如果能够听闻到 这样子的大功德的人 他出世的时候 所说的妙法 那 我们就好像去 喝到这个甘露水了 真的 我们就好像 豁然开解了 那 就可以怎么样 极致解脱到 马上就到解脱到 马上就到解脱到 就马上我们听闻了 就知道 原来 我们就是执着这个妄念妄想 以这个生灭法为常 所以我们颠倒妄想 所以 可以听到 这样子的妙法 你们就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定义说 因为佛 他的福跟慧 具足 所以他所说的法 都能够对积 一说到 我们就觉得 一听到就是 一听到 真的是对峙我们 每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说 这种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就说 四驾无人物 他说的一种因 一种怀 不过 就是 所有的重心 大家听到 根基无缘的人 他听到 都可以对敌 这等于是妙药 听到大家都 得到解脱 是这样 那 下面 就是在解释 是说 释迦摩尼佛 他在摄法的时候 当时的这些 听文众 这听释迦摩尼佛摄法的人 所以他再说一个 是 是 就是说 当时 本来释迦摩尼佛跟摄利佛 是在这个菩萨山上 那 当时 也有四众弟子 就是比丘比丘尼 幽伯摄 幽伯摄 幽伯摄就是 南中 没出家的 在家的基础 幽伯摄就是在家的 这个 鱼匠 跟比丘比丘年 所以叫做 所以叫做事不重 平治道路 灑草烧香皆兮来吉 持株供聚供养如来吉比丘生 所以当时 这个比丘比丘尼 幽伯摄幽伯摄 幽伯尼 他们就是把这个道路 因为释迦摩尼佛说法 在差不多是2500年前 那个时候 没有柏油路 对吧 都是泥土 所以 他们就是要把这个道路 刷刷 刷刷 还有这个路的 后脚头 还是有这个 其他的 妨碍的人 交通的 问题 他们就要把它清清 让人方便 这样来听闻佛法 所以 他们就是灑草 还有烧香 来集会在释迦摩尼佛说法的地方 而且 还带了这个工具 要供用 花 香 还是供品 来供用释迦摩尼佛如来 还有比丘生 这个比丘生也包括比丘妮 就是所有的出家众的艺术 那帝观如来 游如玉如孝子 适于慈父 这个就是描述说 当时 要来听释迦摩尼佛率 的这些的地主 不管是在家出家 他们看到释迦摩尼佛 就好像是 这优好的好心 孝子 优好的好心 还是妻子 这个 看到慈父一样 那就 等于是说 目不转睛 那眼睛 那眼睛 看着释迦摩尼佛 眼睛 都没有这样 再专意 这标识说 很专注的 而且很渴望 如可失忆 嘴巴 那眼睛 可以喝水 所以看到释迦摩尼佛 就好像是 看到 可以 教导我们 可以 离骨得乐 得到解脱的 这样的妙药 所以 眼睛 都在看着释迦摩尼佛 所以下面说 爱念法父 义父如是 所以 这些妙药 因 来 看待自己的 师父 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叫做法父 一般的 子女 对 父亲 就是 我们 生生的父母 我们这个相姑 是 是我们的 老伯 释迦摩尼佛 是 教我们这个佛法 所以 是 法父 是我们佛法的老伯 所以我们 叫做佛子 我们就是从佛口而生 是释迦摩尼佛 摩尼佛 我们听到佛 摩尼佛 摩尼佛 来出世的孩子 所以我们叫佛子 那佛呢 就称为法父 各个童心 欲擒法王 转正法文 所以每一个 所有的这些 在家 出家 世众 每一个人的心都一样 他们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看到 释迦摩尼佛 好像自己的老弟 是法父 目不转睛 那都是希望 释迦摩尼佛 他是法父 是法王 为什么穿法王呢 这个法王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 因为他开悟了 他觉悟了 所以他知道 离苦得乐 觉悟的方法 然后他也知道 怎么教导 一切众生 得到离苦得乐的法 所以他是法王 称作是什么 称作法王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是 感悟了 他自己知道 他应该 自觉的法 方法 也可以教导 觉他的方法 所以叫做法王 有方法 有妇妇妇妇妇 然后呢 他是转正法轮 他可以 转法轮呢 就标志说 王佛規大 能够 宣扬佛法 然后让众生可以 转动自己的这种 黑暗无名烦恼 那么也能够让这个法 在自己的心里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 那也可以让这个法可以流传 所以叫做转正法轮 那诸根不动 诸根不动 心心相赐 留住于佛 这个部分我们了解一下就是经文里面 我们要知道有哪一句话是修士谁 预请法王转正法轮 预请的主持习 当场要请佛开示的这一些听众 他们很想要请法王 法王是谁 是佛 转正法轮的是谁 也是佛 所以说当场的这一些听众 他们很希望请求佛 来转正法轮 那再来诸根不动是指谁 是指听众了 就是在众的人 因为他们心里对法的渴望 所以他们希望佛可以转法轮 所以他们诸根不动 诸根有哪几根 眼耳鼻舌身意诸根 这个颜耳鼻舌身是指我们的身体 眼睛没有动因为眼睛都看着佛 耳朵也没动耳朵就想赶快 佛也没有开始说法了 耳根也没有去听到旁边了 也许旁边还有一些 这个吵杂的这些人众 他也没有去听 所以诸根不动 眼根不动 耳根也没动 鼻子也没有说 现在不知道在点什么香 也没有这样 嘴巴也没动 生理也没有动 耳根最重要的 也心念 都在佛 注意佛 有没有开始讲 有没有开始讲 还没有说法 所以你看诸根不动 心心相赐 心心胸出 这个心心相赐 就表示说 他们每一个人 出根不动 外面没动 还有义根的心念 一粘一粘 赤地的粘头 也是同样 留住向佛 都在注意说 佛也要开始讲法了吗 是这样的 所以说心心相赐 赐是赤地 就是说 一粘又一粘 一粘又一粘 一直等 这样好专精 是非常的专注 一心一意 都是在等待看佛 等待听佛 心里都是在渴望佛说法 所以四十比丘比丘尼 余伯舍余伯仪就是当场的这个示众 余伯又再加说 天龙鬼神 钱他佛 阿修罗 迦罗罗 锦纳罗 莫乎罗铁 人非人等 前面这里呢 天龙鬼神 是指夜叉 我们通常称夜叉 夜叉神 夜叉神 那 这里呢 天龙 夜叉 三个 钱塔婆 四个 阿修罗 五个 加罗罗 六个 锦纳罗 七个 摩霍罗 八个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天龙八部 这个天龙八部 因为前面的两 两位就是天跟龙 所以用天龙来代表 总共有八种 八种啊 其实是非人 他们不是人 不是人类 所以后面就用人 人非人等来总括 人是指什么 比丘比丘尼 一波射一波尼 然后下面再讲 天龙鬼神 钱塔婆 阿修罗 杰罗 罗尽 那罗 魔佛 罗 所以前面是人 后面是非人 就用人非人等 来包括前面的四重 跟后面的天龙八部 了解 那里面的天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天人 那龙呢 就是在这个水 主管这个水 下雨的龙 那鬼神就是指夜叉 那钱塔婆呢 就是指的香神 香啦 真香的这个香 香神 那阿修罗呢 就是跟天人有同样的福报 可是没有这个德性 所以他们呢 称恨心比较强 所以常常要跟天打仗 这叫阿修罗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啊 学佛了 就不要再做阿修罗了 不要称恨心这么强 如果有人脾气比较坏了 我们说哎呀 好像是阿修罗 所以我们学佛就要小心 那加罗罗呢 加罗罗呢就是金刺鸟 这个都是印度的这个翻译的音 加罗罗 那锦纳罗就是乐神 谈乐器的 因为像这些的天神啊 天龙八部啊 他们都是要学佛的 要来护法 那像这个乐神 乐器的 就是佛说法的时候 他马上来 叫做来赞叹 赞叹佛 赞叹这个听法众 那摩后罗瓦呢 摩后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摩后 菠萝菠萝蜜 摩后就是大的意思 那同样的音 那用不同的字来取这个音 那罗瓦呢 就是 蛇 大芒蛇 摩后罗瓦就是大芒蛇 那后面就人非人等来 把他总刮起来 那么各从坐骑 又绕世尊五体头地 向佛弃类 所以这个表示呢 世众弟子 比丘比丘尼玉伯舌玉婆仪 还有天龙八部呢 他们呢 都从他们所坐的位置站起来 就绕着佛 又绕 从右边开始绕 那么就顶礼佛 结果呢 也气泪 就大家都很感动的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佛一开始所说的说 一心善地听 那么有一位 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你的功德的人 要出事 那 他所说的法呢 众生听了 就可以得到解脱 那就表示说 佛要介绍这一位功德人 所以当众的人 一听这样的时候呢 就很感动 释迦牟尼佛这么慈悲 要说这样子的妙法 所以大家呢 就是说 起来来把佛顶礼 就是要听佛顺法 所以他们哭泣 也就是说 渴望释迦牟尼佛这么慈悲 跟要跟他们说这样的妙法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 都是我们之前 所看到的这个 佛说明乐夏真经里面没有的 就是这部经呢 它内容特别的多 非常的丰富 把很多的细节啊 都描述的更详细 以后呢 就是佛就要开始讲了 所以下面说耳食 大致舍利佛 这个耳食啊 就是不同的表现方法 前面说一时 后来又有说食 那这里呢 耳食 也是同样意思 就在当时 每一个当时 每一个当时 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对吧 一时 第一个一时是佛 他在山顶 对吧 还有食 第二个食 就是在描述当时的 那个听众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时 就是在说 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次第的事情发生了以后 过来呢 就是在专门指舍利佛 舍利佛是释迦摩尼佛十大地址里面 智慧第一的地址啊 而是最早的 那么佛身边呢 他的这个随士弟子里面 他跟木建连弟子 两位呢 就是随士佛的 那么这位大致 最大智慧的舍利佛呢 他呢 就站起来 那起枕衣服 把他衣服呢 折好 那偏袒右肩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南传的这样的出家人啊 这南传 南传的那个 出家人说穿的这种衣 那 所以偏袒右肩 他们就跟着跟着跟着 那就是右肩呢 就是没啥 就把他露出来 这样子 那 释迦摩尼佛呢 他就是要 这代表 当场在种的 所有的听闻众啊 要来签佛说话 所以他就代表 他就第一个 站起来 那他要知道 法王心善能随顺 就是说 法王就是指着佛啦 释迦摩尼佛 在这里就是指着释迦摩尼佛 就说释迦摩尼佛呢 这个法王呢 他的心 也能随顺众生 所以说 众生都希望佛说法 佛一定会说的 所以呢 他随顺众生 学佛 法王 转正法王 转正法轮 那么这个设立佛 他最能够善于观察 佛这样子的特性 而且呢 而且呢 射立佛呢 他呢 都是很精进在学佛 学佛也是称作法王 来转正法轮 就是说释迦摩尼佛 以向佛说 学习到的这个佛法 他自己也证到阿罗汉佛 所以他也在教导 就是说好像是释迦摩尼佛的助教这样 所以说在佛的当时 佛说法的时候 所有的大弟子都来听 所有的弟子都来听 可是呢 有时候佛没有说法 有时候佛他自己也在安居 有时候 或是佛呢 他不说法的时候呢 有时候 他们没有在佛的身边 那这个时候就由这些大弟子 主人像一些弟子说法 所以设立佛他也转正法轮 那么是佛的辅尘 所以说是释迦摩尼佛 也辅助的尘 就是说助教 他持法大将 所以他自己本身呢 也有正果 所以他也算是一位法将 也当转正法轮嘛 灵敏众身故 那就是他也灵敏众身呢 有这样的悲心 所以欲令脱苦腹 就是 也是要希望让众心 可以离苦得乐 所以当时呢 设立佛 他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前面呢 都是在修士设立佛的 这个主持就是设立佛 他知法王心 善能随顺 他学佛法王 转正法轮 他是佛的辅尘 是一位持法大将 他也灵敏众身故 欲令脱苦腹 这里都是修士设立佛 所以我们 陆佛经 我们要学习 要知道说 有时候没有人把我们教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怎么教 对吧 因为我们听人家讲的时间 没有办法那么多 所以我们也要培养 自己能够读经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主持是谁 几句里面 这个主要的主角是谁 下方这些内容是在修士哪一位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这里都是前面大致设立佛 所以下方全部都是在讲大力佛 然后到白佛言 这里的做动作者的主持也是设立佛 对吧 所以设立佛呢 他有这样子的特质 然后呢 他站起来 整理衣服 偏袒右肩 他就白佛言 白呢 就是下面的人 对上面讲话 这样子 如果是佛像弟子的时候 告 有没有 告述的告 就是佛像弟子 这白呢 就是平白嘛 对吧 我们说 平狗的意思 他就 他就 禀白佛 那么说言说 下方应该就是冒号 我们如果现在的标点符号就是加个冒号 引号 就是直接说的话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样来断句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我们自己会好突兴的灵力 所以就说 世尊 因为佛呢 有十号嘛 又称作如来 又称作世尊 就是我们世间一切的人 所尊敬的 也是我们世间人里面 所最尊贵的 因为他是觉悟者 他是悟道的人 所以这么尊贵 他就是完全没有这些烦恼痛苦 所以他是世间最尊贵的人 所以称作世尊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慈悲至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护法宋经日 药王药上书胜功德日 慈悲至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摘戒 即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慈悲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组法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七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这次中文课程 要选择菩提道登论 我希望通过一心讲堂的课程 尤其是这次的菩提道登论 支部著作 对于那些 无论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藏传佛教的人 还是入门初学者 还是有一些一定基础的 那些法有 大家都可以从零开始 系统有条理 由前入深的去了解和学习 藏传佛教 打好一个非常扎实 而且正确的理论基础 而且就算是一些 对藏传佛教 比较有了解 有一些修行 或者说是 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一次更加系统 更加全面 而且更有次第和规范的 去学习的一个机会 所以希望大家 静下心来 然后按部就班的 就慢慢的 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学习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当中 要特别选择了 这个菩提道登论 首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这个菩提道登论 是一部最能代表藏传佛教的著作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就是由于他的作者 菩提道登论 是谁呢 是阿迪侠尊者 这个阿迪侠尊者 他是一位印度的班智党 一个印度的学者 也是一个高僧 他可以称为是藏传佛教当中 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印度的高僧 也就是一个学者 登论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 他就是一个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一部 首先呢 就是他的作者 就是阿迪侠尊者 他是嘎丹派的祖师 那么嘎丹派又是最早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宗派之一 他是比嘎举、格鲁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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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这些大宗派 都要早期的一个宗派 所以说登论是从一个就是非常概括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在现在的很多宗派形成之前就问世的一部著作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现在的就无论是四大教派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各个教派当中 它是一部非常公认的 非常有权威性的一部著作 登论就是这样一部涵盖了贤密 涵盖了大小秤的这样的一个论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阿迪侠尊者认为 作为一名学佛的一个修行者 三秤都是必须要去学习的 包括小秤也是必须要学习的 只要是佛法 作为一名修行人来说的话 没有一个是我们不需要学习 要扔掉的 要舍弃的 没有 都是应该去学习和实践 因为这三秤之间是互相补足 或者说是相补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 而不是说某一种教法是 就是说独立存在 但是登论虽然说它就是一部论点 但是它是比较直接的语言 告诉我们如何去调伏自信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入门或者出学者来说的话 就更加的容易学习 掌握和理解 也更实用 更实在 但是如果是一部纯理论 或者说是纯学术的著作的话 那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的实用 很难就是一下子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说是登论 尤其非常适合我们这些现代的这个人来说 人来学习的 就非常适合 因为它不仅涵盖了涵盖的面积很广 而且是特别以这个调伏自信为主 主旨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这个内容呢 就是更容易就操作和这个实修 所以总的来说的话 就是说想要进入大乘的法门 我们不仅是要学习和修行大乘法教 同时呢也要学习小乘的法教 所以呢就是这个阿迪夏尊者的这个弟子 也就是一个港南派的一个祖师 他叫Dromdenba Dromdenba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能知以四方道 摄持一切圣教者 为我施展 那么呢Dromdenba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就是说赞颂啊 这个或者说赞美自己的上师呢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能够做到完整全面的去了解和通道三正所有法教 去学习和修行一切的佛法 这样的人就是我的上师 也就是说我阿迪夏尊者 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阿迪夏尊者个人的一种魅力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大乘小乘啊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学习通达的啊 我们了解学习通达之后呢我们才会发现啊 其实他们之间不是互相违背或者说是就是互相抵触的 那么这个菩提达登论啊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涵盖了就是涵盖和讲和说了 那讲说了对 讲说了这个三正所有的这种要与和重点 所以呢它是特别的殊胜啊 特别的与众不同 所以呢我们应该去学习 好好的去学习 而且呢要学会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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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流浪的 狗 让你心中充满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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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